分享一下這次的短線 我分享兩件事 我第一次去短線 就為一個姊妹討過 她是心口痛的 跟她討過之後她就說不痛 但我這次再見到她 這次是第四次 我問她 我說你現在的心口還痛不痛 她說不痛 我就邀請她下午 跟我外出賣點東西 一邊走一邊分享 原來她在神裡面得著的經歷 知道神的真實 她就很努力去為人傳福音 但她跟神說 我老公都未信耶穌 我怎樣跟人傳福音呢 神就被她老公都信了耶穌 非常之感恩 就是人在神的裡面 你經歷神的真實的時候 神就大大地去使用她 很為她感恩 那我就覺得 我都很需要讓你學習 我都要學下你 怎樣去祈禱 合神心意 來到令我家人信耶穌 這樣感謝神 那第二件事呢就是 要我去照顧一班小朋友 其實呢 我是很怕照顧小朋友的 因為在這一方面呢 我是完全不懂得怎樣做 當牧師叫我去樓上照顧小朋友的時候呢 我是滴大雙眼 我是不懂得打 我是硬著頭皮上去 那去到呢 坐在那 我就跟神說 你給我力量去照顧他們 因為我真是不知怎樣做 其中有兩個小朋友是哭包來的 男生 比家人還壞了 那呢 他就是用哭來去 令人去專注 就是專注他 那呢 他想要什麼呢 就是要別人去服侍到他 但是 我就 平時呢 其實 如果我見到其他的小朋友呢 扭解呢 我是守望若亂的 但是那一刻呢 神給我智慧呢 不要生氣 很安靜 看下他哭什麼 看下他想要什麼 那 那些是不合理的要求 他叫我給可樂去喝 那我說沒有可樂 喝水 但是他喝完水 他就扭回他的東西出來 他是不懂控制自己 吃多少東西的 一個四年級的小朋友 可以肥到64kg 其實我才知道67kg 那呢 那呢 他就 吃到肚痛 胃痛 咬了之後就 另外有個小朋友就很聰明 在一個水機那裏放點熱水 讓個暖水 就是那個暖背 幫他滾個頭 讓他暖回 他就舒服 其實在當中呢 他們的小朋友 有些是很乖的 很努力地在這裏讀聖經的 那就 我見他們很乖 那我就 就跟他們說 我說你們這麼乖 這麼聽 我聽成的說話 我 明天早上買一些食物 獎勵你們 那我真的買一些東西給他們吃 他們很開心 那下午就見到我 那一隻鹹包男生 他們抱著我 他說 你老师 我很想你 哈哈哈 所以我很感恩 感謝神 你給我這個機會 我去學習 還有我們離開 抓好事行李 有一個男生 你特意來到我那層樓 來跟我說 你們走啦 就是他是很不捨得我們走 就是我很開心 就是這次的學習是 神又帶領我去到另一個層面 去學懂另一件事 其實他短先呢 我的心態就是去學習 去經歷神 由神 被神去教導 去提醒 看看會有什麼 不得的地方 得神的台點 很感恩 感謝神 張榮耀仲贊 交給神 神的靠近 從另外一個 未來的 神的俊夫 神的靈不是 神的靈不是 神人 死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